记者杨纯会台北报道,公投法修正案经于立院院会三读通过,包括提案,联署,通过门槛全面调讲。 民进党发言人Kolos Yataka表示,今天公投法的修正是台湾民主在深化的重要里程碑。 Kolos Yataka表示,这次的修法通过是落实民进党长期来深化台湾民主,换群于民的主张。 也是以具体行动实践总统蔡英文竞选政见,从促转条例的通过道公投法的修正,民进党正义步步实践巩固台湾民主体制,促进公益的实践,归还主权于民的政治承诺。 Kolos Yataka表示,民进党强调本次修法必须打破鸟笼,还权于民,因此透过修法的程序域多元的讨论, 将公投法的公投门槛下修。 对于时代力量提出属于宪法范畴的部分,如领土变更、新宪法制定等。 Kolos Yataka表示,由于公投法未成续法,因此多数立委主张此一部分应当交由宪法处理。 Kolos Yataka指出,在两岸协议部分应以推动中的两岸监督条例加以规范,对于国民党所提不在即投票的议题上,民进党则支持委员的意见,以专法加以订定相关规范。 Kolos Yataka强调,公民投票是落实直接民主,欢群于民的最重要法案,也是巩固台湾民主体。 制的重要基石,民进党自创党至今一直积极捍卫台湾的民主体制,促成台湾民主的转型与深化,期待未来在新版公投法的架构下,台湾人民可以有更多更直接的管道,参与国家公共政策的讨论,让民主更坚强地扎根在台湾这个美丽岛屿上。